真言第十六章 心里的筹划在于人 舌头的应对却出于耶和华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都是清洁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当把你所做的交托耶和华 你的计划就必成功 耶和华所造的各有目的 连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而造的 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 他们必不免受罚 因着怜悯和信实 罪孽得到遮盖 因为敬畏耶和华 人可以避开罪恶 人所行的 若是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收入少而有公义 胜过收入多却毫无正义 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 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指引 王的嘴里有神的叛语 审判的时候 他的口必不差错 公正的秤和天平都属耶和华 朗中的一切砝码都是他所造的 作恶是君王所厌恶的 因为王位是靠来公义建立的 公义的嘴唇是君王所喜悦的 他喜爱说话正直的人 君王的烈怒好像死亡的使者 唯有智慧人能平息君王的怒气 君王脸上心悦的光彩使人得生命 君王的恩宠好像春日雨云 得智慧胜过得金子 选择哲理胜过选择银子 证实人的大道远离罪恶 谨守自己道路的保全自己的性命 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 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 纯谦卑的心与穷乏人在一起 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 留心听训言的必定得意 依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人 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聪明人 动听的话能增加说服力 明慧人的明慧是他生命的泉源 欲望人的惩罚就是欲望 智慧人的心教导自己的口 使自己口中的话增加说服力 恩慈的话好像蜂巢中的蜂蜜 使人心里甘甜骨头健壮 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 走到尽头却是死亡之路 劳力的人身体的需要促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饥饿催逼着他 无赖之徒挖出邪恶 他口里的话好像灼热的火 怪谬的人散播纷争 搬弄是非的离间亲密的朋友 强暴的人引诱灵舍 令他走邪恶的道路 眯着眼睛的图谋怪谬的事 紧抿着嘴唇的做成恶事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路上必能得着 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 克服己心的胜过把成功取的人 牵泡在人的怀中 一切决断却在于耶和华